文章来源 Mua 美国之音 前百度公关副总裁 徐静在社交平台上的四则短视频 引发争议 他说他的员工没有假期 并表示自己不是员工的妈妈或婆婆 没有必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上述言论一出 引发百度股价下跌 徐静也离开工作岗位 中国劳动观察执行主任李强 对美国之音说 徐静只是说出了 中国有毒职场环境的大实话 他自己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遭受公审失去工作 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前百度公关副总裁徐静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四则短视频 在网上引发争议 他在视频里说 公关员工春节周末没有假期 员工闹分手 提离职 我秒批 他还说 自己在疫情期间 曾经连续出差50天 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我又不是他婆婆 强调和员工只是雇佣关系 徐静的言论 在网上引发热议后 百度股价下跌 市值蒸发120亿人民币 他删除了这几则短视频 并在朋友圈发文道歉 据报他 已从百度公关负责人 职位离职 但是 这并没有平息网络上认为 徐静代表了 中国有毒职场环境的声音 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 执行主任李强 对美国之音说 徐静止不过是说出 中国职场环境的大实话 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的劳资关系本身不正常 只要老板需要 员工就必须随传随到 加班和升职加薪 是挂靠在一起的 李强说 中国的环境又非常的内卷 很多人在争取升职的机会 徐静说的话 反映出中国实际的环境 可能他把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了 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也没把它当成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因为可能他身边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的老板 可能也是这样对他的 通过这样的竞争方式 得到现在的职位 所以在中国 升职加薪 实际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徐静在视频中提到 自己错过了儿子的生日 也不知道儿子读小学几年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跨学科研究讲师许访 对美国之音说 徐静在视频里的言论 有媳妇敖成驼的意味 就是说 我也是吃了那么多苦 才能够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想要有事业的发展 你也要吃这些苦 才能够在这个体制下生存 这是一个媳妇敖成驼的概念 他说 徐静身为女性 做到一间大公司的高层 许访认为 也是被外界拿放大镜检视的原因 他说 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父权社会下 做到很高位的女性 会受到社会的关注 然后更容易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 如果是一个男的领导 说我不是你的父亲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来跟我讲 我相信 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 徐静强调 中国社会对女性高层施加的压力太大了 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面面俱到 等于说 你要全能 家庭要做得好 对待你的员工 还要像慈母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等于说是针对性别的惩罚 工作做得好 你要像一个男的 对员工又要像一个女的 对公众还要顾及 publicity 公共宣传的形象 他说 中国企业高层 有多少个 徐静 徐静在外交学院取得硕士学位 曾任新华社记者 和华为公共 及政府事务部副总裁 他在就短视频争议制限后 不到一天 即从百度公关副总裁职位离职 徐静在道歉声明中说 自己没有事先征求公司意见 使外部对公司价值观 和企业文化产生误解 事件发生后 百度创办人李彦宏 在一场表扬百度员工的活动上说 你们才代表真实的百度 徐静和百度切割 就像这只是一起特殊案例 李强认为徐静的话本身没有错 因为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企业文化 老板就算表面上关心员工 实际上也不会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即便对员工好一点 也会要求员工以工作来回报 只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 只要是在私企 情况都是如此现实 老板需要有人帮他赚钱盈利 越是帮他白干活 越有可能在升职加薪时被考虑 这种做法具有威胁性 但在中国已经成为前规则 甚至正常的规则 李强说 我觉得中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中国有掩耳盗铃的故事 明明发生了 但是装作没有看到 中国的民众都知道这是现实环境 但不愿意去真正面对它 中国实际上就是这么残酷的竞争 但是要去面对它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徐静说这样的话 是得罪了中国大多数人 李强认为说出大实话的徐静被全网公审 实际上对他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他也是中国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因为虽然中国政府或者很多人都不认可 但是实际上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无非现在有个人过来说这是真实的情况 你们大家要接受 然后他就被大家攻击 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他说徐静认为 徐静从百度副总裁为止离职 不代表这样的情况获得解决 相反的 在中国还有更多徐静 这是公司制度乃至企业文化的问题 他说公司为了面子 觉得它代表一个有毒的职场环境 他就作为替罪羊被开除了 但他的离职并不意味着他这个层级的经理人 会马上改变他们和员工交流的方式 他只是一个非常快的窗可贴的办法 这个人对员工不好 那我们把它踢掉就好了 我们这个公司又是对员工很好的一个公司 徐静认为 徐静实际上没有违反公司规定 如果公司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 那也轮不到放上社交媒体后被批判 我第一反应觉得 这个女主她自己真谛是很苦 我猜测她感到被背叛 因为她对这些员工的要求 肯定没有破坏人士的政策 而且肯定在她的这个级别上 大家都在这样做 我觉得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牺牲品 徐仿说 有毒是中国特色的职场文化吗 2019年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曾赞扬中国企业的996文化 意思是 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一周工作6天 他说 能够996是一种修来的福报 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标准 工作制为每天8小时 一周不超过44小时 超过的时段都需支付加班费 中国当局已经表示反对996 称这种工作制度是非法的 但五年后 情况似乎没有改善 李强说 现在中国996比五年前更严重 甚至进阶到一天工作10小时 一周工作7天 但就科技业而言 西方国家加班情况也不少见 差别在于海外没有中国那么残酷的竞争环境 并且有许多相关法律保护 收入分配上也更合理 他说 中国参与国际化的竞争 就是依靠人力 而且中国政府也是依靠这样的人力来发展 不管是私营企业也好 包括中国政府也好 我觉得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想过 要禁止这些东西 他只不过说 你说出来了残忍的一面的话 中国政府他还表示反对 你可以做 但是你不能说 特斯拉 Tesla 联合创始人 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曾表示 没有人能靠每周工作40小时改变世界 他还称赞中国工人 愿意加班到凌晨3点 美国人可不乐意 李强认为 美国和中国高科技行业 对员工加班的要求 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美国 老板不会 也不能干预员工的私生活 下班时间 员工不必回应工作事务 美国很重视 将工作和生活区分开来 也没有强烈加班的文化 否则老板自己 可能马上被解雇 此外 中国缺乏监督机构 最多就是一个官方工会 劳工很难像美国一样 组织活动发生 美国在考勤上 有细致分工 并非由一个人来决定 不存在像瞿静所说的 因为一次不加班 就失去升职的机会 中国实际上是鼓励这样的行为 因为老板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他就非得要求和觉得 他的员工也应该这样做 他说 徐芳表示 他可以理解瞿静的无奈 瞿静自己要带领一个团队 顶着巨大压力 员工还不争气 将个人生活情绪带入工作 瞿静的作风 不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在美国研究生院 也能看到这种高度工作狂 对员工非常不好的老板 但在中国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被讨论 甚至如果有人提起 还会被认为 不是一个好的团队成员 美国的员工 能够选择自己喜爱的企业风格入职 但对中国的员工来说 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有企业风气都是一样的 巨宝认为 对初创企业来说 996是可以理解的 三五个人 拼了命的把一个东西做出来 但在企业上市成功 规模做大以后 996不是一个永续的模式 马云五年前提出996 不见有人说 这是欺害人权 或发起对阿里巴巴的抵制 政府和劳动局 也没有任何制裁 五年后 员工自然面临 来自大环境的更大压力 徐庆的这个案例 往好的方面想 是希望能够推动 职场文化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一点都不乐观 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因为整个社会非常卷 然后经济又不是那么好 那就更加卷了 回报越来越少 编辑率越来越低 他说 优优独大的 教论 作出 优独大的 优独大